歡迎收看究竟開什麼 我是啾啾 我是順金 今天我覺得你好像做了一件很酷的事情 沒錯 我要讓你回到過去 OK 第一個我們要來介紹的是 聖誕樹 就是我一樣說我五六年級 都會把它種在抽屜裡面的聖誕樹 它裡面這個就是它的神奇藥水 聖誕樹真的很簡陋耶 它就是兩片紙 對對對 它神奇藥水就是把它從上面淋下去就可以了 只是過了那麼多年 我還是不知道這神奇藥水到底是什麼 對呀 因為也聞不出那個味道 它大概一到兩個小時之後 它就會慢慢開始長出花來 所以我們一到兩個小時之後 再來看它的變化吧 因為我們已經經歷了一個多小時 它的這個營養水感覺真的蠻有用的 因為你知道它的旁邊已經開始長出 有紅色 黃色 紫色跟綠色 大家如果真的就是很想回憶童年的話 還是可以買回去試試看 然後接下來就是這個 小彈珠台 小型的彈珠台 彈珠台 就是這個 手掌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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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都拿這個去打隔壁的那個男同學 就是你知道它是可以這樣 黏住別人的 延展性很夠耶 有沒有看到那個拉得有多長 機場霸凌 飯指在工作場所裡 所以同事進行不合理的行為 這樣 這樣 這樣子 接下來就是這個 綠豆糕 這個抽抽樂的概念 打開就是它裡面會有零食 它其實有很多種口味的零食 它可能還有什麼魷魚片啊 什麼蜜地瓜 然後我就選綠豆糕 然後它就是這個抽抽樂 教你玩童晚的概念 欸 鳴謝會顧 我居然一個都吃不到耶 它居然是鳴謝會顧 OK 我偷看看好了 東西啊 你居然會顧 你真的是買一堆垃圾來給我吃耶 好 好啦 還可以接受 再來要介紹 太空氣球 拿著 然後你就把它擠出來 然後你就 吹啊 我直接失敗耶 送你一個大腦 吹了一個大腦 啊 大腦 大腦飛走 那應該是你的腦沒關係 來現在倒數第二個是 陀螺 陀螺 就是 我不懂怎麼玩的陀螺 因為不是我這個世代的 好像蠻難的 那我先教大家怎麼綁 它就是把這個線啊綁 壓著 然後它就從下面這邊這個開始繞 沒有 我要來試打囉 好 哇 掉走了 欸 天啊 不是 別人給我承轉 側邊承轉 糟糕我的 掉到水溝好吧 最後一個 我跟你講這小時候 很常會逼我媽買這個 我媽應該都買到覺得煩 快速的介紹一下我們剛剛抽到的物品 剛剛大概有四十個洞吧 我們手上貼紙就有幾個 這是名媛你知道嗎 對 或有一堆戒指 少子 就是完全沒有辦法防身的 就是有一個萬花筒 我有一個萬花筒 還有這個就是我們到現在都還不知道到底是什麼 無解好不好還有一些很無解的東西 對對對 還有這個公仔 就是一些小東西 那就是我們所介紹的懷舊玩具 就是我大概三四年級小學的時候所玩的 已經快要逼近三十歲的時候 我沒有 我要講幾次 我還沒有 他以前那個年代玩的玩具 我才自己大一歲的 我知道大 我比他大一歲而已 OK大家如果真的對這些玩具啊有興趣的話 應該台北還是有很多 童玩店雜貨店 對童玩店雜貨店 可以買回來 自己再回憶一下童年 對或者是就看我們這個影片來回憶 那大家下次要記得在準時收看我們的 酒精開什麼 掰掰 後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